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是首都呢 还有首都有必要用法律来规定吗 但的确啊 如果没有法律来规定的话 好像就不知道说是哪里 那首先一个国家的首都呢 它应该要是什么样的呢 除了有没有一个明文规定 它就是首都以外 再来就是它的机能性要符合 那最主要的就是 除了各种方便性以外呢 就是它的最高的政府机关 就是比如说三权 行政立法 司法 应该都要在那个地方 它才能算是首都 就是先不管它的定义或什么的话 它基本上要有一定的功能性 它才能够被称之为是首都 好 那我们找到的 两篇文章呢 它都在讲这件事情 但它的论点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呢 就这个话题呢 来讨论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日本的首都在哪里 其实事实上 日本现在是一个 没有首都的状况 什么叫做没有首都呢 应该是说呢 以前日本的概念上 就是天皇所住的地方 可是天皇所住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首都圈 但是呢 并没有明文规定说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对 那这个怎么讲呢 首先 为什么它不是属于日本首都呢 因为 因为日本的首都 并没有被正式的迁都到东京去 就是它没有正式的迁都的这个行为了 对 没有迁都的行为 在法律上来说呢 基本上 国家的组织呢 它会去规定一些基本法律 那这些法律呢 我们叫做宪法 那 国家的首都在哪里呢 事实上应该要被法律所规定 那也应该要被宪法所明示 但是不管是宪法或者是日本的议会所决议的任何法律呢 都没有明文规定日本的首都在哪里 那像英国也是一样的状况 但是呢 英国呢 它的宪法呢 不是像日本一样是属于成文宪法 如果大家以前有学过公民 应该知道什么叫成文宪法 它呢 是由各式各样的一些 其他的法律 各式各样的法律组合而成 对 组合而成的所谓的不成文宪法 那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英国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比较在意这些 各式各样的 过去的传统起来一直的法律 所以呢 他们不需要特别去宣言首都是哪里 就可以自动认定 现在所在的首都 就是首都 好 那这是因为那个国家的文化的关系 那对于日本来讲呢 其实最主要是跟天皇跟千都的历史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最一开始呢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首都呢 就是天皇所住的地方 因为它等于 天皇搬家就等于是首都搬家了 所以呢 好像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事情 那 如果有讲到 之前有讲到历史 还有说 或者是自己有看过历史的朋友 应该会知道说 以前的所谓的日本的首都 曾经在奈良 叫做平成经 后来呢 它转移到京都去 叫做平安经 那后来呢 现在天皇是住在东京嘛 那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那东京就是现在的首都 好像是很合理的 可是事实上呢 并没有这方面的告知 那还有一种说法 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就是的确在战争之前 曾经颁布所谓的 类似天皇设令 赵书 对 天皇赵书 这样子的法律 那这个法律里面呢 就有提到说 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 这样的说法 可是这是战争之前的事情 那战争之后 日本属于是战败国 他们的法律那些规定呢 都是后来就是美国加入干涉以后 才重新定义出来的 那在后来制定的新的法律之中 还有他们后来议会通过的各种法律之中呢 只有一条法律呢 是在讲关于首都的 它叫做首都建设法 是在1950年的时候设立的 它的第一条呢 是在讲说 这条法律的目的 是要把东京都建设成一个 能够成为首都具备的 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一个都市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所以它其实是在讲说 我们要盖出这样一个都市哦 并不是说东京都就是这个都市 而且重点是呢 这个首都建设法呢 在1950年制定 1956年呢就被废止了 那它废止之后呢 它做的新的法律呢 叫做首都圈整备法 哎 连首都都不见得变首都圈哦 所以呢 它在里面写的是 这个法律呢 是把首都圈定位为 东京都及它相关的区域 称为首都圈 这个广域的范围 那所以东京的周边称为首都圈 或许可以解读成 那东京就是首都 可是偏偏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 触及东京就是首都 这样的说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把东京定位为首都的话呢 在法律上 它就是事实上的首都 因为它没有就名文规定 对对对 就是它有这样的意思 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 武冲或许以后也会聊到这个 就是日本的结婚这件事情啊 不一定一定要有名文的 比如说法律 那个规定 就是直接 他们所谓的什么 登记哦 对 不一定要登记 台湾是一定要登记嘛 登记就有了 登记就算数了 但是日本呢 他们必须要是事实婚 倒过来讲就是 如果他们就算没有去登记 可是他们有事实在一起 有办法去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跟法律详细有关系 但他们有办法去证明 可是事实婚好像也是 也是没有法律的一些保障 法律上的就是 夫妻间的相关的保障也是没有的 嗯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还有一些在争议的地方 就是他们普遍民间认为 事实婚是可以的 但是却法律可能没有跟上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就有点像是这样 虽然说意义是不一样 所谓叫事实 就是说 事实上那边已经是首都的状况了 那大家也都把那里当首都了 国际上也这么认为了 可是事实上没有明确的认定 那讲到这里一定有人觉得说 这个有必要讨论吗 这个很重要吗 好 但是呢 其实 嗯 对于某些 某些状况上来讲 或许会觉得蛮重要的吧 比如说有些企业 而且他的投资的一些标的什么的 可能会以国家的 就是其他国家的首都为主之类的 有很多这样 可能就是以首都为标的的一些状况 那这时候 如果东京真的不是首都的话 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 对吧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考虑一下 如果说真的要讲的话 以日本来说啦 怎么样能够算是一个首都呢 这里要讲的就是明治天皇呢 他开始之后呢 这个国家元所所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国家的行政首府议会 最高裁判所的这些所在地方呢 就称之为帝都 在以前那个时代 好 那这样以前的时代呢 从战前到后来呢 就是战后已经不是帝国了 那就是变成好像首都 就是东京的这样的概念 但是事实上来讲呢 只要有具有这样的机能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考虑成是首都 或者是说是日本的中心都市 那这样讲起来呢 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当做首都呢 就我们找到另外一篇文章 可能是明古屋人写的吧 他就觉得说 那明古屋如果可以当首都 好像也不错啊 对不对 明古屋 那不知道大家对明古屋 这个城市所不熟悉 这明古屋呢 就地理位置来讲的 大概在东 中间 对的 大概在日本的最中间的地方 甚至呢 日本有很多大企业呢 像是那个Toyota 他就是在 风田汽车 对 他就是在明古屋 还有很多的那个企业的那种 研发工厂 那些也在明古屋 那他在交通上面呢 是绝对是处于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 那 所以作为一个大城市呢 他是非常有效力的 但是呢 要作为一个首都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可能还要有经济啊 或者是文化相关的一些积累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东京 所以他们还没有累积那么多经济文化 可是呢 或许这个以后有机会是发展得起来的 那还有什么地方欠缺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作为首都的一个要素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 他有没有国家的政治机能所在 那现在呢 一般来讲国家 就刚刚提到行政地法司法嘛 也就是说应该要有国会 以日本来讲是内阁 然后最高审判机构 这些东西呢 都存在在那里 那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东京就是绝无尽有的地方 因为现在都盖在这里 再来呢 就是各国的外使馆 大使馆 他也会盖在所谓的首都的地方 那现在呢 就还是都在东京 这当然不要讲 好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移到明古屋 明古屋是不是可以当首都呢 这个也是有可能 好 就是迁都了 对 那这个作为明古屋 作为一个首都的这个梦想呢 我们先先搁到一边 他就开始探讨说 那如果是以海外的例子来讲呢 科事上呢 海外的例子来讲 比如说像德国 德国的宪法呢 他有规定首都在柏林 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地方 但是呢 他们的国防省啊 那些的 是在以前西德的旧首都 叫做波恩 那他们的那个司法相关的最高 就是联邦宪法的裁判所呢 是在一个叫做卡尔斯鲁尔这样的地方 好 应该是大家比较没有听过的地方啦 好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他们其实就是虽然是首都在那 可是不代表所有的权制都放在首都里面 那除此之外呢 像是南非共和国啊 他们的首都呢 基本上在英国殖民的时代就已经决定了 可是呢 那个时候呢 后来呢 他们有在就是怎么讲 有点真 就是首都要放在哪里 好 那大家在那边抢的结果呢 到时候就把它分加了比较快 像是行政 立法 司法 就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而且至今都是这个状况 很特别 对很特别 但是 如果说很特别吗 应该讲说就是 理论上来讲会把它放在一起 比较方便啦 可是说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因素的话呢 分开放也不是不行的状况 嗯 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明古屋好像又更有可能 对不对 反正没有在那里也没关系 有些东西迁过去就好了嘛 好 但是呢 这文章就讲说 但有一点呢 有可能是要迁都到明古屋 比较办不到的事情 这样考虑啦 现在呢 基本上东京就是首都 那 如果有什么原因 东京要不是首都 一定是 要把东京移到哪里去 应该讲说 要把首都移到哪里去 这样的说法 那有可能呢 就是东京遇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比如说战争 比如说日本的话 很有可能是大地震 如果说会对东京造成大地震呢 通常就是 比如说东海地区的那边的大地震 好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真的东京发生了大地震呢 其实明古屋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很近 就是因为明古屋也不算太远 对 它很近 它很近的关系 所以如果真的东海地区发生了大地震 或是首都那边有一些直下行的大地震呢 怎么说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明古屋 而且甚至呢 比起东京 明古屋的影响 就是明古屋受到的灾祸 可能会更高一点点 那 要这样考虑的话呢 就不太可能会把首都移到一个 可能更危险的地方 对吧 那这样子讲呢 很多人就会想说 为什么你一直要讲明古屋 日本的第二大城市不是大阪吗 对 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是大阪 没错 它的确也很有潜力 作为日本的首都 事实上呢 现在呢 大阪也作为一个副都新的概念 副首都啦 的概念呢 正在进行中 甚至在大阪府内呢 也有副首都推进本部 这样子的机构 也就是说 把大阪积极的建设成一个 副首都 也就是说 万一真的东京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国家的首都机能 继续运作下去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可能会把首都的机能性 牵移到大阪 那其实这一点呢 我在别的文章里面有看过 蛮有力的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原本 就是 不是最一开始在奈良嘛 然后后来呢 搬到京都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如果接下来搬到大阪也合理啊 就都在那附近啊 又搬回 搬回关西地区 对啊 所以我觉得像其实这样讲起来的话 好像 也算是蛮合理的吧 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要看现在东京人同不同意啊 嗯 可是他现在的状况就是 如果东京已经不适合当首都的话 嗯 嘿 这样的概念 我是觉得到那个程度的话 可能日本也灭国了啦 他们真的是蛮衰的啦 不过其实你知道吗 台湾 反正台湾呢 现在的首都机能的地方 就是台北嘛 台北嘛 对对对 台湾台 Chinese台北嘛 我们对外也是这么讲的嘛 那 可是其实一直以来 就好多年前 一直都有听说过 有人觉得说 可以移都 就是要把首都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各个 除了移都之外 就是因为 除了要签首都之外 就是比较 比较有可能的 我说 就后来讨论到比较有可能 是把一些行政机关往南签 对 其实最多人是说 签到高雄啦 因为高雄毕竟是 第二大的都市嘛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说签到台中 那 为什么说是台中呢 其实这个意义 就跟明古差不多意思 就是 他是在台湾的中间 就是不要到高雄 可能是不是觉得太远吧 但是远是因为 北部看起来 南部是远的啊 那如果中心在南部 就不觉得南部是远的啦 可是有人说在台中 是因为他在中间 其实那就跟讲在明古屋差不多意思 其实台中跟明古屋就是很像啊 很像很像 这个上次我们在聊 宜居都市的时候有聊过嘛 台中本来就很像明古屋 但还有一点是因为 其实刚开始 所谓的拨迁来台的时候 那时候 很多的主要的就是行政机构 也在台中 中部地区 然后 对 他们那时候 比较像是军阀那个时候 其实我没有了解的透彻啦 不过 有这么一说 就说 其实台中蛮适合当首都的 好 那我们 回到日本好了 回到日本 我们的话题 还是回到日本上面去 那这样讲起来呢 如果说 东京不是首都 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大阪 对 那 还有没有觉得哪里 比较可能可以当首都的 你知道你觉得 北海道吗 北海道 不会太北吗 北海道 是有点太北 太冷了一点 山不管地带 但是北海道的一些 热闹程度 也是不输东京 你说杂谎 杂谎啦 杂谎 可是我觉得太远了啦 你要管理什么的 那还有别的地方吗 我觉得 福岗很好啊 你知道那个 九州人会很开心的 对啊 我觉得福岗很好耶 福岗是 九州人都说福岗 就是九州的东京 对啊 对啊 这样讲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些 就是福岗跟杂谎一样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他们的几个 不是太北就太南吗 几个地区的那个 最大的城市嘛 对 但是 因为 毕竟还是有个 本岛的概念嘛 所以还是应该在 本岛上面找啊 我觉得啊 如果不要是东京的话 横兵也不错 嗯 就是 就是那个啦 神奈川的 千叶呢 千叶 千叶太香香了 蛤 千叶就叫有机场 又有迪士尼了 对啊 但是他是首都圈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横兵 还蛮适合当一个首都 就是很有气势 不过再怎么讲呢 就是东京是首都的 这种印象 已经太 深植人心了啦 所以应该是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一点 就是 为什么 他们会错过了 把东京正式定为 首都的这个时机 对啊 其实这蛮特别的 因为又不是像说 像刚刚讲的英国 他是不需要宣言 就是事实上在那边 大家就接受了 这件事情就好了 日本蛮习惯 什么东西 都用法律来规定吧 都先定好 可是他们就是因为 因为了一些 阴错阳差的关系 就错过了这样的时机 嗯 不过他的确 他们战后的法律 有很多东西 也不是自己能定的 不过他 他当初要从 就是 那个京都要搬到 就是天皇 要从京都搬到 江户的时候 其实也算是逃难的 哦 所以他们会不会 对啊 所以才会很慌乱 没有时间去 好好的做 迁都这件事情 哦 这就跟我们 还是觉得 我们在南京一样嘛 是吧 就是以后还是有机会 这么说 也是耶 有种 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哦 我们今天讲的 怎么这么多推测性 好啦 不过这就是闲聊 这集会被放掉 应该不会啦 就是闲聊啊 就是这都是一些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嘛 然后现在的状况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很明确的样子 那只是说 我们去讨论说 原来我们一直以为 东京就是首都 这个概念呢 其实不完全是对的 哦 因为我们看到的日本 就是现在来日本的样子 但是如果你去回去推敲 就是他从京都 到江户的这段时间 然后他们迁到江户之后 又遇到了二战 嗯 就就刚好就错过了 这个刚好可以把 东京定为首都的 这个时机 还有我个人的猜测 就是说不定 他们也还想要再 回到原本的地方 也说不定 也很难说 当初是有这样 好像有这样的说法 就说 因为当初只是天皇 只是说暂时 搬到江户 总是有一天 会再回到京都的 对 其实 怎么讲 那个时候的一个决定吧 会对后世影响很多 会不会哪一天 他们就突然设定一个宪法 就说 这东京就是首都 也说不定啊 但因为 其实这件事情 一直都可以做 只是他们可能觉得 都已经这样子了 好像也没有特别需要讲说 就是首都就是东京 特别定一个出来 反正是一个话题性 对吧 但是没有必要吧 就是他们觉得 现在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以东京为主 然后周边地区 设为首都圈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换句话说来讲 那东京就是首都 好 也是啦 就是其实真的定出一个 说叫东京 叫首都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它反而 譬如说行政上的规划 要定出一个首都圈 这个还比较有实际的效用 对 因为整个是周边的 的效益嘛 对啊 所以说 没有必要把它画得那么小 这样子 嗯 好 那讲到就是 今天就是一直在提到 这个 疑似首都的这个 东京呢 其实它以前的旧称叫江户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它以前叫做江户 那我们要讲一下就是 欸 有没有人想过 为什么江户 后来变成东京 就是 嗯 还真的没想过 为什么 真的哦 你没想过 我 我有想过 我没想过 我只知道江户 后来变成东京 但是我就是没有想过 为什么它会突然变成 东京这个名字 其实呢 江户呢 改名成为东京呢 是有一个实际的 某一天的 就是 嗯 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很多历史上面的 地名的变更呢 有可能就是慢慢称呼而来 有可能是一瞬间 命名而成的 嗯 那江户成为东京的 这个 这个 改变的瞬间呢 其实是一个天皇的 造书去改的 它在74年 也就是1868年的 7月17号呢 天皇发布了一个造书 它把江户改名为 东京 在它的造书之中呢 它写着说 江户呢 是东日本 最大的城市 那它呢 就是 汇集了四方万物 汇集都到了 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呢 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政治的立足之地 所以以后呢 就把江户叫做东京 没有解释到江户 为什么叫东京 对不对 概念上呢 就是 以前的 京都在西边 嗯 好 那以地理位置来讲呢 这个江户呢 就是东边的京都 也就是东京 嗯 的概念 好 虽然说觉得感觉 有点取得随便了 嗯 没错 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们就已经 有一点点把东京 当作一个新的政治中心 这样的考量方式了 嗯 那那那个时候的 那些政府干部呢 一定有分成就是 比较原本 比较保守派的 一些公家势力 嗯 那他就觉得说呢 就是京都还是需要保留的 就是原本的京都 还是需要保留的 那当然也有 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那时候呢 就有分成就是 检讨整个 首都迁移到东京去 这样的概念 以及东西 两边的都 都拿来使用的概念 就是东西二都 这样的概念 嗯 好 那在这个新政府呢 他们有是这样的考虑 就是以京都 当作是西边的都 首都 嗯 然后江户当成是 东边的首都 然后表面上呢 是两都的体制 但实际上呢 首都基的呢 还是集中到其中一遍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东京 应该是后来 因为局势的关系吧 就默默的 还是集中到了东京去 对 所以呢 这样讲起来 刚刚提到那个 天皇造书的那个部分呢 算是第一阶段的改变啦 就是说 我们从那里开始 做一些变化 这样子 嗯 好 那其实当时的江户呢 改称为东京呢 它就叫做东京府 也就是跟现在的京都府 是一样的说法 好 东京府 那年号呢 改成名字之后呢 一开始呢 就已经是跟现在 一样的状况了 现在的东京呢 就是有23区嘛 好 我们都讲东京 23区 那这个23区的范围呢 跟当时的范围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呢 人口有经过比较多 然后还加上了多摩地区 然后还有一些岛的部分 所以呢 呃 现在的东京都呢 还是跟以前 有一些规模上的不太一样 总共呢 有23区 26市 五丁 八村 总共这么多 大概1300万人住在里面 还蛮多的 嗯 好 对 那其实呢 这些 呃 就是东京作为首都的这件事情呢 当时也还有很多很多的决定 呃 因为呢 最一开始要 就是决定要称为 哪边呢 就是要搬到哪边去的时候呢 也有在考虑说 要搬到大阪 就是刚刚提到的部分 但是呢 大阪又被抓出来 对 因为毕竟京都的旁边就是大阪嘛 所谓的天子脚下啊 那边真的是很繁华 又是商业重镇 嗯 那对于这个 想要迁移到大阪的这个言论呢 当时的大都市呢 这个江户呢 有一些人呢 他们提出一些论点 叫做江户迁都论啊 或是东西两都见百书之类的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不管是搬到江户去 还是说 呃 保留京都也 接下来也要发展 就是江户地区 就是东京 这样的说法 好 那呃 这也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呢 其实首都要在哪里呢 再还有天皇为主权的时代呢 基本上就是天皇住在哪里为主 嗯 然后呢 那个时候 呃 他们呢 就是天皇呢 有曾经在呃 那个时候去了一趟东京 好 他们叫做 就是行性 好 就是有点类似 我不太去认算是初巡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去那边这样子 嗯 然后 所以在以前的记录上呢 还可以看得到就是 呃 天皇的座驾 然后经过东京 有一个地方叫金桥 那样子的图片 好 那在东京的人们呢 当然就是会很认真的去 欢迎就是 天皇的到来 好 那 然后因为是来东京 所以叫头口 东姓 然后呢 就有 就是很热闹的感觉 但是呢 看到这个热闹的场面呢 京都人就觉得 不是那么有滋味了 他就会说 天哪 你们这么就是盛大的去 祝贺这件事情 该不会你们想要 迁都到东京去吧 那种不安跟动摇的感觉 就变得越来越高 然后呢 所以呢 十月的时候呢 他是去了东京 十二月的时候呢 他就先回京都了 有点回去安抚一下 但是呢 隔年的三月呢 他又再去了一次东京 是不知道说 他有没有讲说 再见 我会再回来了 但事实上 那之后呢 就没有再回过京都了 所谓的没有再回过京都 是应该讲说 没有再搬回过京都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东京迁都的理由呢 其实事实上要讲说 有各种原因的话 倒不讲说 其实 天皇过去的就算输了 那时候其实有很多 可是他有可能 有其他的原因 没办法回去啊 没办法回去 因为那个时候 应该有一些政治的关系吧 我觉得应该也是 有一些政治的关系 那在文章里面呢 还有提到说 会迁租到东京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 其实江户呢 跟当时世界上的 其他的首都比起来呢 他都不具有劣势 因为他那时候都已经有 是有一百万人的大都市了 再加上呢 那个时候 那里有很多的大名 就是他们的大城的那种房屋 比起大阪 就是原本 可能会考虑当做首都的 这个大阪呢 会更适合改造成新的都市 所以就选择 就是选择东京 就是现代化比较方便的 对对对对 没有错 讲到这里呢 大概就是介绍了 就是 简单介绍东京的历史 对 首都日本的 还有东京的地位 仪式首都的地位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哪一个啦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定 东京就是首都 你现在突然要讲 东京不是首都 可能 大家也会觉得蛮奇怪的 他也的确具备那些技能性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行政地方以外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 交通的方便性 还有虽然刚刚有提到过说 就很多大公司 他的工厂 或是有可能总部 会设在民股屋 或是在其他地方 可是事实上 就算在其他地方 那些公司在东京 也一定都会有 很主要的据点 因为现在基本上 就是很多公司 他的主据点 会设在东京 总公司 那他的研发机构 或工厂 还会在其他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 一个方便性 那当然只要有机场 都可以构成这样的方便性 可是当大家的总公司 都聚集在那边的时候 以国际上来讲的话 恰商都会是 比较方便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是无可动摇的地位 东京人不用太担心 虽然说 你们没有被民文规定 可是你一定就是首都 这概念上来讲 台北也是一样 今天如果说 真的说 要把它移到其他地方去的话 大家也是 很不方便的一个状况 就算了 大家很不习惯吧 对 而且就是很多东西 都要歉移跟改变 可能真的不是很方便 所以就像文章讲的 如果真的有哪天 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 大概是那个城市 没办法再继续当首都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 希望永远都不要 这一天的到来 因为真的 最近天灾人祸太多了 实在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不过蛮特别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 有人在讲说 东京色围首都 没有考虑到 就是安全性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 它有可能会有地震的风险 可是说是在日本 哪里都有地震的风险 对啊 对这一点啊 有啦 西日本会比较少一点啊 对这一点其实跟台北 作为首都有人要检讨过 因为台北是个盆地嘛 如果它真的发生地震的话 也会非常严重 那就觉得说 它不应该 台湾哪里都有可能啊 对台湾也一样 哪里都有可能 其实你放眼 全国际 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家 是在设定的时候 就已经考量到这一点的 哦也是哦 对啊 它首都的行程 有时候也是 就是天使地利人和啦 Naruyuki啦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啊 就刚刚好 那个时候 比如说逃难 或者是就搬到那里去 然后就在那边停下来了 然后停下以后 总是做一个国家的机能 开始要发展嘛 发展起来以后 就又换不掉了 对大概就是那样子 比较多 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讨论 这个首都的概念呢 也是 呃 我其实之前有曾经被问过这件事情 可是我不记得 就是这个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 呃 东京其实不是民意文定义上面的 正式 对对对 的首都的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像这样的小知识 认真找找还蛮多的 蛮有趣的 以后有机会 但是就是 之前有可能也是会听过 类似的小知识 但是你不会知道为什么 对啊 你就回去探究一下 后面的为什么 还蛮有趣的 嗯 其实以前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啦 对吧 就是说 对啊 也是到处都前读啊 对皇上在哪里 首都就在哪嘛 基本上 嗯 对 所以这个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知识 然后稍微先聊一下 还有些历史小尝试 历史小尝试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历史的议题 因为我们以前 路跟历史比较有关系的议题 就是反馈都没有很多 就想说 诶是不是大家对历史比较没感兴趣 可是事实上 如果多知道一些历史的东西 就是以后 现在是不能去 可是以后真的可以去的时候 会觉得有趣很多 你如果有机会到那个东京 就是江户台的那个博物馆 好像叫做 江户博物馆 对对对 一定都会有看到一些相关的记载 其实都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嗯 好 那今天的主题大概就是这样 那以后呢 我们可能会再找一些相关的话题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知识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喜欢类似这样的话题 或是想听我们讲什么样的话题 都很欢迎就是用我们以下留言栏 那边有一些email的地址 或者是可以联络到我们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 那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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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